网上有个问题,什么是社交最大的灾难? 有个高赞回答一针见血。 交浅延伸,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他人眼中,没有分寸,用自己的隐私换取感情的长久。 成年人的世界,有意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 如果你把秘密告诉风,就别怪风把秘密吹遍整个森林。 人际交往中,关系再好,也不要透露这三个秘密。 过往的痛苦经历,别反复提及。 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感同身受。 你万箭穿心,你痛不欲生,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。 当你活到一定年岁就会发现,事事果真如此。 人生这场戏,孤立无缘是常态。 笑,全世界与你同生笑,哭,你便独自哭。 你无法要求别人去理解你的难处,你也不能奢望人人都懂你的痛苦。 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,小猴子在觅食时被树枝划伤了,伤口血流不止。 但他没有好好养伤,而是不停地向别人展露自己的伤口以寻求安慰。 有的人看到后表示心疼,有的人看到后只觉得可笑。 作家莫言说得很对,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人都在关心你的事。 你是不是以为人人都在盯着你? 其实,个人有个人的烦心事,没人管你这当事。 别再向人诉说你的痛苦,因为20%的人并不关心,还有80%的人在看你的笑话。 已经尘埃落定的是,每提起一次,不过是徒增悲伤罢了。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,最难熬的日子只能独自挺过来,过往的痛苦经历唯有自愈。 指望别人,不如依靠自己,等待救助,不如寻找出路。 人一辈子最通透的活法,正如三毛曾写的那样。 心之何如,有四万丈迷津,横根千里,其中并无周子可以度人。 除了自度,他人爱莫能助。 优越的生活条件,别跟人炫耀。 人性中最可怕的一面是什么? 有人说,是嫉妒。 见不得人好,是人性中最可怕的一部分,无法改变。 见不得身边人过得比自己好,是深不见底的恶意,必无可避。 所以,当你过得好的时候,与其炫耀,不如不动声色地过好自己的日子。 因为不管有心还是无意,炫耀总会让人失去一些东西。 博主F小谢老师讲到,有个女孩的父母给他全款买了房子, 当他告诉朋友和闺蜜后,朋友直接把他拉黑了。 闺蜜没有表现出一丝喜悦,只是酸酸地说了句,你家可真有钱。 心理学家曾有研究表明,人往往不会嫉妒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, 却容易嫉妒身边认识的人。 有时候,不经意间地炫耀,除了给自己带来祸端,并无半点好处。 我一直相信一个观点,这世上真心希望你过得好的人,也许只有父母和极少数朋友。 财不外露,低调做人,是保全自己最好的方式。 没有确定的结果,别四处宣告。 古人说,君子有四不为,君子不妄动,动必有道,君子不徒语,语必有理,君子不苟求,求必有义,君子不虚行,行必有正。 总结根本,就是四个字,谨言慎行。 凡是三思而后行,是一个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。 我有个朋友,因为完成了项目,听到传言说自己要升职加薪,在公司还没有发布通告前,他就开始洋洋得意,四处宣告,结果升职的是另一位同事。 而他在众人眼里,瞬间变成了一个笑话,还被扣上了太把自己当回事的帽子。 求职类节目《非你莫属》中,有过这样一幕。 一位90后的求职者,自称认识董明珠等企业家,遭到了很多老板的质疑。 于是有人提议,让他现场给董明珠打电话,看看对方会如何回应。 可电话拨通后,一直无人接听,无奈之下,他只好挂断。 从一开始,自信满满地向人介绍社交圈,到请客兼备打脸,所有的尴尬和不堪,怨不得别人。 莎士比亚说,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,他奔得太快,会把力气都奔完了。 水深不雨,人稳不严。 沉默,是最好的修行。 周国平在安静的位置里,描写了一种相处模式。 比起滔滔不绝,口若悬河的人,有时更喜欢和不爱说话的人待在一起。 那种不用听废话,更不用逼自己讲废话的感觉,让人心情舒畅。 与人相处,适时的沉默,适当的闭嘴,与己与人,都是最舒服的状态。 有些话,说了别人不一定懂,有些事,说了别人不愿意听。 自己的秘密,守得住,才叫做秘密,才能从容过完这一生。 自己的人生,自己度,才算是自在,才能安稳走完这一程。 点亮文莫赞,愿你守口如瓶,守心如静,管理好自己,坐拥好风水。